欢迎回来来关心国际消息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克拉茨的珍娜国际机场 星期天深夜遭到全副武装的枪手袭击 造成至少23人死亡 包括13名机场工作人员和10名武装恐怖分子 塔利班已经出面坦诚发动了这次攻击事件 经过一个晚上的恐怖袭击与枪战后 周一早上克拉茨的珍娜国际机场烟雾弥漫 昨晚机场保安部队和武装分子间的枪战 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但天亮后双方再次交火 造成至少一名远警受伤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 周一早上克拉茨珍娜国际机场的恐怖分子 已经被肃清 火势继续延烧 死者及受伤人员已经被紧急再离现场 当地官员表示 死亡23人中有10人为恐怖分子 这次攻击从周日深夜开始数个小时 目前克拉茨国际机场已经全面停运 所有航班被转飞其他机场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站住!